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是没去过那节目 对 我这功利可能没有他们这么厉害 那些口下留情 我不会 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 你不要想 想的就是觉得我 就是你看到的外边那些东西都不是的 我希望的是 就是你用心感受音乐 其他的都不重要 因为音乐就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感受 你越紧张 越表达不出来 你看你咱俩在盲配的时候 对 就是很自然 对 你表达的东西 就你那表达 我为什么那么抢线地拍你 就是因为特别舒服 声带有些时候就是不紧张的时候 松弛的时候 你不用那么做作的时候 反而特别容易吸引所有的人的耳朵 就刚刚我在那个大舞台的时候 就是我其实特别紧张 有吗 我看到 我看到一些人 就是观众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 就我在唱的时候 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没看 我真没听出来 真的 既然咱俩盲选成功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选两首歌 你自己有喜欢的吗 我自己平常比较喜欢的一些歌 可能比较小清新一点的吧 可能像田富珍的一些歌呀 小清新啊 小清新 我想小清新 小清新是 与你相遇好幸运 和我一时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小幸运 小幸运 对 然后还有什么田富珍的 嗯 一些什么 我寂寞寂寞就好 好听好听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好听 拥抱 哎 你们歌迷就会送你礼物吗 会会会会会 以前的时候会送会送一些礼物 通过公司也好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对 其实其实不太提倡收礼物这个事情 那你也可以送他们呀 比如说送你的照片 对 和你的那个T恤啊什么的 对对对 有战刃的那些 对其实我就我就有想过说 以后自己有能力之后就可以反馈给他们一些我带着爱的礼物 有有 你一定有的 那那姐 你们那个年代的歌迷是歌送歌迷 什么年代呀 你暴露我的年代 对不起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那姐 你您当时的时候歌迷的是什么样的交流方式呢 也是像这样 歌迷比如说都跑到现场来看您 然后或者怎么样吗 还是写信 哦 我觉得我的那个年代就是歌迷没有现在这么优越 就是写信的特别多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回信呢 回信啊 对我收了 你自己写啊 对我收了好多信 那个时候我在中央歌迷团的时候 然后那个一楼的收发室 那个大爷 还有那个奶奶 他们经常就是我演出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拿很多那个塑料袋 说这一袋子 小娜英这是你的信 一堆 然后那个过两天那老大爷说 来娜英又是你的东西 每一封都看 对呀 有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接到这些东西呢 我就在想啊 我说天哪 他们真的给我写信了 那时候我刚唱完山不转水转啊 物理看花 然后我记得特清楚就是 我就在房间里头一封接一封的撕 撕开了之后 我就拿笔一个个给回 我还我还在写呢 你好肖战或者你好什么什么 我说我收到你的信了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下一次我唱歌的时候 我说尽量不要再眨眼界 我都给回 他们还给你提意见 他们希望我 然后还有的帮我画画 就是说换我 希望我以后应该 这个样子会漂亮 那个年代你想想 我们哪有天天 还坐飞机能够跟着我们去现场的 好多都是在电视上看到我 然后有的知道我在中央歌舞团 他们把信寄过来的 我觉得写信真的蛮好的 就是我现在也会收粉丝的信 就一些礼物我是不想收 因为我觉得他们 他们自己都有些都有小孩 我觉得这些钱啊什么应该自己留着 所以我现在收他们的信 对不让他们浪花钱 我现在歌迷就是我经常 那个有些时候录节目 他们一等等到凌晨五点 然后外面下着好大的雨 他们在外面就一直说 娜姐加油 然后他们就会每次拿好多吃的给我 他们自己我的歌迷 我相信你的歌迷也有 就是他们自己会做蛋糕 对对对 一些小饼干 小饼干 然后有的还送我那个耳机 送我 就现在我攒了好多那些热水壶 全是他们送的 耳环多了去了 我也会做小饼干 娜姐 你会做什么 小饼干 小饼干 是那种无糖的还是 想吃无糖的就是无糖的 想吃有糖的就是有糖的 你好甜哦 那你有没有那个 你哪天跟那个蔡建雅老师PK一下 他做那个蛋糕啊 爆浆的 我给你讲 杯子蛋糕 不是 他做那种就是 就是巧克力爆浆的蛋糕 你一拿刀切开以后 那个里边那个巧克力 那个那个热的热的就流出来 哇塞 我跟你讲 天下无敌党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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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